他们回到了莱福客栈,可因为凌厉枯竭,很快便睡了过去,第二天早上,阿英,起来,和我们好好解释解释,魏无羡有点怕他们听完接受不住,便说,阿爹阿娘,你们确定吗? 我怕你们接受不了,没事你说,我们承受得住其实他们能猜到他们最后的结局,可看见自家儿子这样,便更加好奇了。 当年,你们去除那只鬼王,但一直没有回来,然后过了一两个月,掌柜爷爷突然不让我住了,可我说要等你们回来,可他拿扫帚打我,把我赶出去,阿英,你确定吗? 如果我们除鞋岁,就怕遇见上次凌厉枯竭,所以我们一般会交四五个月的,就算我们还没回来,我们的玉佩和银子都在客房里,这些都是值钱玩意儿, 他怎会把你赶出来?那我就不知道了,然后我就在客栈门口徘徊,那掌柜的看我妨碍着他生意,便把我赶到一个小巷子,便走了,我也不敢在客栈门口晃悠,然后,也没人要收养我。 就有时买包子的大娘看我可怜,给我一个肉包子,可每次我正准备吃的时候,都会跑来几条野狗,我吓得把腿就跑,可没跑过,肉包子被野狗分完了。 身上也有被野狗抓过咬伤的痕迹,我每天就这样磕磕绊绊地长到九岁,年复一年日复一日,一天我又被野狗追的时候,江叔叔出现了,他帮我赶跑了野狗,还给了我一块西瓜吃,然后他问我可叫阿英。 我说是,他就抱起,我带我回到了江家,到了之后,我看见江城养的小狗,直接吓哭了,然后江叔叔就把狗送走了。 晚上江城还对发了好大的脾气,然后还说要让狗咬我,我就跑到一棵树上,最后是师姐把我从树上抱下来,路上碰见江城,然后就和好了。 之后,我成了江家首席大弟子,不过天天被于夫人的紫殿抽打罚贵祠堂。 什么?那于子渊敢这样对你? 藏色散人怒气冲冲道,也还好,于夫人还说是阿娘勾引了江叔叔,还说,说阿英是江叔叔的私生子,听到这话,魏长泽的脸越来越黑,犹如锅底般,而藏色散人早已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们放屁。 阿英别听他们胡咧咧,你就是你阿爹的亲儿子。 我十五岁了,江叔叔就让我和江城一起去姑苏兰氏听学。 谁知,我们在客栈遇到了兰陵金市的人,我们就住在这一个晚上,便出发去了云深不知处。 进去的时候是傍晚,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就偷偷跑出去买了三谈天子笑。 之后,碰见了兰氏长罚人,兰湛自忘机,之后,因为我触犯了他们家的家规,他把剑与我打了起来,而我的剑位出鞘,就和他打了平手。 他还是打翻了我一壶酒。 我就很生气,但兰湛铁面无私,就罚我抄家规,我本来是不想抄的,但还是抄了。 毕竟是我有错在先,之后拜师礼过后,就要文学考试,我为了帮我的好兄弟作弊。 被兰老头阿胚是兰老先生被罚在藏书阁罚抄家规一个月,并且还让兰市长罚人,兰湛。 监督我,我在藏书阁戏弄他,给他看春宫图,很快一个月过去了。 最后一天,我送给了他一张画和两只兔子,出来后,兰老头讲了兰家祖先的生平似井,和金家的金子掀起了冲突,把人给打了。 本来江城也想打我没让,然后,结果就是金江两家取消婚约,然后不知为何,将叔叔把我接回了莲花屋,可金子轩都没走。 藏色散人一听就火了,嚷嚷着要去揍人,又多转过身来,对魏长泽说,这就是你的好兄弟。 这不明白着,是把咱们的阿英当死时培养吗? 藏色,你别生气了,反正我已经退出江家。 而且,我们现在好好的,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 听到这位吴县忍不住插了一句嘴说道,阿爹,你在云梦江市,是个什么职位啊? 于夫人说你是家仆,还说我是家仆之子。 我说不是,他就让我跪祠堂。 听到这话魏长泽也有些生气,自己当时明明帮江丰棉摆平了内讧,他却把自己当成家仆。 可魏长泽也只能先忍着,因为这毕竟是他和藏色死后才发生的。 如果现在去找他算账,他肯定不会承认,所以他只能忍下这口恶气。 儿子,你继续说,我倒要看看,这江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之后,于夫人说我是丧门星,把他女儿的婚事打散了,可明明是金子轩先出言不逊,可现在全都怪在我身上了。 但好在江姑娘并没有说我,反而是在安慰我,当时温氏一家独大,江城听学归来。 没过多久,我和江城又去了温氏听学,其实也就是教化众人。 但在这之前,温若涵派他大儿子去火烧了云深不知处的藏书阁,打断了蓝湛的一条腿。 说到这位无限眼里是满满的心疼,可这一点却被心细的魏长泽发现了,可他没有声张,把心中的一律压了下去,可总感觉自家的大白菜已经不是自己家的了。 蓝湛的兄长还是带走了一些书籍,逃走了,而他们的父亲清衡君却受了重伤,没多久便死了,之后温朝让我们把各自的配件上交, 然后温朝带着我们去夜猎,说是夜猎,还不如说是护盾,因为每次都是我们快杀死那只猎物,他在上前补几刀,那次他了带我们去沐溪山,那里有个洞,里面有只大王八,屠戮玄武,当时温朝要找人放血,我本来也想帮忙拦人,但江城拉着我不让我动,说我还要给江家找麻烦,最后温朝没能成功,但他身边的剑壁, 王灵娇,见温朝没成功,自己就偷偷拿着烙铁准备在那女孩脸上印烙印,但最后被我拦下,可自己身上挨了一块,之后,屠戮玄武醒了,就开始大开杀戒,见人就吞到肚子里去,温朝害怕,便事先逃走了,还把我们下去的出口堵住了,藤蔓也剪断了,之后,我们在水下找到了一个新出口, 就由我吸引那只丑陋大王八,别人走,然后最后我和蓝战都没走掉,之后我们合力斩杀了那只大王八,我也得到了一把银铁剑,之后,我就发烧昏迷不醒,然后我嚷嚷着,让蓝战给我弹琴,他就给我弹了一首望线,说到这位无限就有些娇羞, 这时候在神经大调的人也发现端倪了,藏色就问阿英,你和那位蓝二公子是何关系? 魏无限支支吾吾半天,最后用蚂蚁般的声音说我和他是,是道理得亏魏长泽和藏色散人的耳利好,不然根本就听不清, 但藏色散人和魏长泽却是出奇的平静,阿娘阿爹,你们不生气吗?为什么要生气?这世上又不是没有同性的道理,阿娘和你阿爹只希望你快快乐乐平安顺遂,阿娘,当时我醒来的时候,已经回到了莲花屋,没多久,亡灵交来了,当时将叔叔出去了,那女人一来就说我以上犯下,说要砍下我左手臂,但于夫人并没有, 只是又拿抽了我一顿,然后又对于夫人说,看来你很听我的话吗?那我宣布,这莲花屋以后就是我温氏在云梦江市的监察聊了, 但于夫人不肯说了句,见必敢耳,然后江家被灭门,我和江城被于夫人送了出来,然后江城为了回去,被温氏所抓,化了金丹,我骗江城说,我知道我师祖在哪儿,或许他有办法, 但其实是我求其黄一脉的温情,让他把我的金丹剖给江城,当时是没有麻醉就直接剖开的,因为有麻药金丹很有可能会消散,我就疼了三天两夜,剖完后让温氏的逮住,被扔下乱葬岗三个月,在那里我吃腐肉喝自己的血,脏色散人听完泪眼婆说,苦了我们的阿婴了,这一事,阿爹阿娘都还再不会让你受苦了, 魏长泽眼里也满是心疼,所以你的轨道术法就是从这练习的,嗯,我当时还把银铁剑练化成了银虎符,还弄了一个满是怨气的笛字,名叫陈寝,我从乱葬岗出来时,摄日之争已经打响,我一路厮杀,最后看见江城,和蓝湛闹了矛盾,就分开了。